這個地方大概整個看起來都OK 那個寬長度、迴轉度都可以 唯一是這個地方 我是看得大 但是一般人站著直立人 他洗腰手洗腰臉以後他看不到 他要使用這一個鏡子 他變成人要趴下來看 這就不合理 我們通常講到無傷害 或講到同仰的時候是大家都能用 這個好像莊惠我做的 其實不必要這樣做 是做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那所有人都能夠用大 不管你站著 不管你是做倫理 通通可以用 這個才是一個理想的 所謂的無障礙的一個設施 而不是專為魔而人做的 這個就是專為障礙者 倫理者使用的 那這個不合理 我哪怕這樣怎麼辦 我洗好以後還不容易他撐著 還要這樣趴下去 完全不合理